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震必師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珍迪浩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阿美浩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希望你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好,今節就講一下有些人都被炒作那些幾個東西 真的很好笑 什麼事呢? 大家知道了,習生剛剛訪問了越南 共同簽署了三十多個領域的合作文件 大陸方面就說是一起宣佈 他們有聯合聲明 亦都說是 共建命運共同體 因為是同志家兄弟 結果他們就說 不是 各自表述 我頂你 很靜 各自表述又如何 原來他們就 因為現在很多西媒都說 中美爭月 不是中美爭霸 中美爭月 越南也是無實的 而且他怎樣來說 都不會 跟中國關係搞得很差 等你還說到什麼 大家會動手 老少眾亂差地說 原來台灣地區官媒 官媒引行 中央社就說 越南的月通社 他不是直接翻譯叫命運共同體 他直接翻譯叫命運共同體 不是直接共同體 而是 他說 這個越南翻譯叫未來共享共同體 他不是直接翻譯叫未來共享共同體 他的名字不一樣 大朗是一樣的 他不是翻譯叫命運共同體 是翻譯叫未來共享共同體 他不是一樣的 你未來 的命運 你未來 是否等於你將來的命運是怎樣 那些字不一樣 然後他就硬地說 這些叫做 各自表述 各自表述的意味好龍 是你說的 各自表述意味好龍 這樣說 這個好笑 其實習近平就提出 人類命運共同體 是以中國為中心 很大程度 這是台媒說的 很大程度上 是象徵意義的概念 被廣泛視為 是對美國 主導全球秩序的挑戰 這個是你說的 永不稱霸的 當然 他講明了 甚至 是沒有做的 他根本是沒有做的 他怎麼稱霸 怎樣稱霸 隱性稱霸 隱性稱霸 有800個美軍基地 他只有一個 有想像過 有想過要稱霸 有想過稱霸 也叫做稱霸 不是 所以這個 不是的 他們各自表述 就算各自表述又怎樣 很多國家都各自表述 其實他說的實質 一樣就可以了 簽的一樣就可以了 是吧 就好像 他們很喜歡抓住這些 等於之前英國說台灣其實是個國家 但是 未被國際承認 他就很喜歡說前面那一段 但是我們經常說 你有前面那一段有後面那一段 但是你什麼都不是 是吧 多餘語的 他沒有直接翻譯美運共同體 是未來共享共同體 你知道嗎 這樣說 傻傻 其實你 吃不到的蒲鑼是否這個意思 是吧 那麼當然啦 那麼他們 那些民眾 都是 很搞笑 他說 這個 中美競爭成為 焦點 令到越南 令到 全世界都 關注他 那又如何 是呀 那又如何 但是 中美競爭其實合作 中國是不介意的 你不就來合作 有什麼所謂 是你自己 一直是你自己在這裡 殺戰爭 亂緊張 其實關你什麼事 你遠在天邊的省 當然 他們也訪問了當地民眾 原來民眾只是想過好日子 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的嗎 有哪裏的運輸雄是不想過好日子的 想過苦日子的 告訴你 那麼他就說 中央社就說 越南近年來成為 東西陣營必爭之地 國際能見到日漸提高 面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來訪 當地民眾 是被毀對政治議題發言 說真的 很多人都是不喜歡說政治的 只是希望跟國家交往 有實質的好處 令到人民過上好生活 你說得對 就憑你這句話 為什麼洪都拉斯跟你斷開關係 為什麼那麼多這些前幫交國引號 跟你斷開關係 就是你說的 沒有帶來實質好處 沒有令到過上好生活 還有越南為什麼 他也是要跟中國搞好關係 因為他竟然有貿易 頂你 就是了 還有傻子 他現在 之後我做了一篇 就是講這個 華爾街日報做了的條件 其實越南很多東西都來自中國 雖然寫什麼 Witnam 他們說越南在傳統上意識形態上 跟中國和俄羅斯交好 吸引外資方面 又是要依賴日韓、歐洲、台灣地區 這幾年出於防衛的需求 和美國關係也很密切 其實防衛需求是你說的 其實這個南海問題 越南 是跟中國有爭議 但還是各自爭議 他也說慢慢談 拜登9月去越南 習近平12月就跟他去了 相對於 這個外媒 津津津樂道 這個越南在 國際 舞台上的崛起 其實 這個當地民眾 他就說這次 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情之下 不敢公開暢談時政的習慣 人家可能真的 不理會 就算 在大陸 有些人也可能不知道習生去了越南 是吧 可能留意新聞那些就不會了 即使越南高層一再強調 是越中人民既是同志又是兄弟 但是在普通民眾看來 越中關係 亦都是 說意願 喜歡一起的這些話都很有限 你廢話 你剛才才說他不願意表達政治的這個觀點 現在你就說他不願意說 那是不是 跟你說一樣 結果你就說 其實他想踩踩中國 就說 你中國報到那麼多 你不要在這 以為人家很關注你 可以的 人家不理你 其實中國普通老百姓都是當這條新聞來的 是吧 是你們呀 小小事 好像你們這樣的嗎 一個爛鬼的議員去 就說到拆了天又說什麼關係好的嗎 別人 就是 覺得這樣很平常 是吧 那越南媒體 也都為了習近平到訪 一年多日就是 越中關係 因為他是越南的方向 越中關係是造勢的 就證明了 別人是注重中國 你說什麼 你有沒有機會去越南 有沒有以這個 總統引號的機會去越南 別人這樣對你 沒有 中央社 就是台灣的官媒 借此就在河內的 這些景點那裏 就是做了街訪的 兩個小時是訪問了 十個民眾 只有兩個民眾願意對著鏡頭發表意見 阿廷你 別人怕了你 那也是 因為你這些外媒不知道會玩糕 好像來自 Bancher 這個省的一個 不願意開名的女客 就說 看到越南受到各個元首的關心 成為各個國家 元首 在到訪的目的地 特別是世界大國 其實都感到驕傲 對人民感到驕傲 和自豪 另外 他就在這個 環劍湖旁邊 一位三輪車的司機 就說 這個 都挺好坐越南的三輪車司機 但我都試過被騙 都認識當地朋友好一點 潘文祥就說 各個元首來 有助越南各個領域發展 例如三星 越南開廠有機會 特別是鄉下地區發展的水平 也會提高年輕人的工作機會 另外作為觀光旅遊業 因為他開三輪車 希望這個元首可以推廣越南的形象 旅客越來越多越南 他說自己很喜歡越南很美 下次希望他們再來 為越南帶來好處 這些很平常話 相對於越南民眾的低調 只有兩人接受訪問 其實 當地中國民眾對習近平去越南 是 慶至高昂 他很搞笑 他邊界城市每一個做生意 他當然想看到中越關係好 廢話 他邊界城市看到他做生意 整韓的中國民眾 習近平肯定會促進兩個國家之間友誼 貿易和旅遊 進一步發展 對於我們來說是個好消息 究竟 不是嗎 他在中越邊境做生意 習近平去越南 有些好的消息帶回來 對於他的 一些事 是不是友好 他神經病 他說 別人不管你 你訪問的對象不同 你在中越邊界 為什麼你又不敢訪問 那些越方那邊的人 是嗎 另外 面對 怎樣看 中美的競逐 希望去越南 其實這位韓姓的民眾 就說越南的領導人很銳致 在處理國際關係上很巧妙 跟美國有好關係 跟中國也有好關係 但大家看 其實這個很聰明 他說的完全對 大家看看越南會走什麼路 畢竟他是社會主義國家 這個人相當厲害的 你看他說話 有理有節 現在越南走的這條路就是 社會上海 我真的不明白 其實我覺得普通的 無論是越南民眾還是中國民眾 也好 是啊 他覺得對 這些台媒就說 原來那些民眾只是想過好日子 你是不是傻的 習近平好像睡醒 他的意思就是 你不要以為習近平來很厲害 你只是想過好日子 說真的普通民眾 周到的民眾 都想過好日子 你說什麼 他說習近平來的人都沒有興高采烈 他們只有兩個人受訪問 第二件事就是 有些人喜歡這樣 就算在大陸 很多人都是黨質新聞去看 你就說那個人做生意的 他就說很開心 很正常 他在中越邊境做生意的 難道他不應該開心嗎 難道他不應該說 中越關係好是件好事嗎 這樣叫慶高采烈 他講過事實陳述 這樣都可以扣母子 這真是好事 剛才說什麼 國字表述 就算國字表述又如何 我想問一下又如何 他現在簽了實質的東西就是了 對吧 當然他們說得很大 請了那些 狗頭學者說 人類命運共同體 概念很無和 越南明確表示不選邊站 現在中國又叫你選邊站 一向是你們說的 對吧 對吧 這真是好笑 因為 參加人類命運共同體 可能會被視為選邊站 所以他就不敢說 其實是一個翻譯 他不敢說 我當你不敢說 但他簽了這麼多協議來托 是不是 證明都是有合作 我們都經常說越南很聰明 他兩邊都要有好關係合作 當然了 看看是什麼 最後你看到 習近平到達河內之後 也出席了 越共總書記 阮父仲的歡迎儀式 兩位領導人也在 越共中央駐地舉行會談 習近平 也說中方始終將 越南視為 周邊外交的優先方向 願意和阮父仲 一齊宣佈 中越兩黨兩國關係 在新 定位和深化中越全面戰略合作夥伴基礎上 再次供購 中越命運共同體 阮先生也說 這次 適逢 是兩個國家 國慶很接近 全面合作夥伴關係之上 十五周年 將 成為推動越 中兩國和兩黨關係 邁向新 台階的歷史歷程碑符合兩國人民的共同 意願和利益 致力於地區 和世界和平和合作發展 當然是人民一步 習近平出發前 還在越共的媒體 人民報 當然人民日報也有報 也說 署名文章 扣建 具有戰略意義的中越命運共同體 有什麼問題呢 推動一帶一路 你不要忘記越南叫中國去收鐵路 有沒有叫你 有沒有叫你台灣人 好像沒有 是吧 還有你的基建 大家知道 也不是很怕 但是跟大陸比 也是有段距離 為你的鐵路 最近 近來 經常有些大事故 麻煩你搞好了才出聲 他說中國動車有 但中國動車應該不會 那些 離世人士的 一些 圍骨在上面都找不到 這個好笑 哎 不當然不是 大陸什麼都封閉 好了 現在這樣的時勢 其實也有很多東西很難封閉 當然 現在 就簽了三十幾項合作協議 民意基礎上其實是要加大投資的 所以 中越合作就會向 農業 教育 醫療等等的民生項目傾斜 亦都加強青年旅遊 還有地方領域等等的合作 是增加兩個國家 後見這個共同體 命運共同體 兩黨 兩國 傳統友誼的了解 當然這些 都是很正常的 這些是官式語言 官式語言之後 其實他肯定是一臣 不要那麼小器 不過現在西方也大問題 台灣化 小狗器不是開玩笑 當然涉及到 這個 南海問題 他們都說 是要管控分歧 雙方是積極探討 並且開展更多的海上合作 努力推動海上共同發展 將海上問題 帶來的挑戰 是轉化為深化雙方合作的機會 即是你說南海那麼大 其實 都是 都是談的 沒有什麼問題 當然大陸也說 不搞排他小圈子 不搞集團政治 不搞對抗陣營 願意同月方 加強多邊合作 真正維護多邊主義 其實他多邊主義也說 是你和你各合作都沒有問題 他會說不給 當然沒有 習近平給壓力 有壓力的話 今天租就去不了 其實根本沒有壓力 當然 他之前有沒有跟習近平單一聲 可能也有 不出奇 當然 他們真的簽了三十多項 合作協議 是假的 你看看是真是假 你答應了立陶宛 現在也沒有 給他幾千萬歐 對嗎 又說是製造晶片製造中心 製造了哪裏 製造了哪裏 兩年前說的 現在去哪裏 浪費了 今集節目時間到此 多謝各位 再見